今天关系攻略带给你的是如何拒绝别人的无理要求 知识点 心理学研究人的思考和决策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可能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一个干扰思考的障碍就是自己给自己加的限制 经营人际关系的时候呢 也不要给自己加上太多的限制 比如希望全世界喜欢自己 希望跟全人类和和气气都是孩子气的傻念头 今天我们先来做题 下面这张图里有九个点 希望你呢能够用四条以下的线 把以下九个点连起来 四条线可以交叉 但不允许折返 我本身呢不喜欢做这类脑筋急转弯题 但是呢这个题目确实非常巧妙 答案是这样的 两个都突破那个方框 第二个更是把点本身变成了圆形 利用了抽象的点在真实世界当中 其实有直径 真是才华横溢 是不是有人大呼作弊了 对呀 要认真审题呀 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说 这些线要放在那个框框里 是你 没错 就是你自己 非要给自己的思路加上一个限制 把思路就变成了死路 这个九点问题非常经典 可以分享给那些爱钻牛角尖的朋友 遗憾的是 给自己的脑子加框 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常做的 在做了关于借钱的预告之后 大批关于借钱的留言出现了 有的同学的留言呢 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悲惨世界 说熊老师啊 同事欠我钱 我怎么能不得罪他把钱要回来呢 熊老师啊 我表哥借我钱开了个大超市 怎么不伤和气的把钱要回来 熊老师啊 甲方拖欠我的设计尾款 怎么才能不翻脸的情况下 把钱要回来 还有别的啊 熊老师啊 我的客户总是对我动手动脚的 怎么才能拒绝了 又不丢掉这个客户呢 注意看这三个句子 不得罪他 不伤和气 不翻脸 不丢掉 明白了吗 这就是给自己的思维再加矿 你为什么非要不得罪人 别人已经得罪你非常狠了 最要命的是 他会欲贺难填 同事欠你的钱不还 他已经得罪了你 他的目标就是赖账 你要不得罪他 就要让他继续赖下去 表哥借你的钱不还 他已经跟你伤了和气 他的目的就是不还了 你要不伤和气 就把钱给他 甲方拖欠你的尾款 那就是认为你的工作不值这么多钱 之前的就够了 你要不伤和气 最好是上一笔的尾款都别要 再给他白做一单设计 客户要摸你 你要考虑客户的感受 那就是让他再多摸几下 不要拒绝了 当然不能这样了 所有问问题的人都会这么回答 对了 这就是答案 你没法满足他的愈和难填 继续姑息他们就会要的更多 所以干脆自己放下和气面孔 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们要收回自己的钱 要推开客户的闲猪手 就要冒着失去一些关系的风险 万幸 这些关系大多都是劣质的关系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成年人不能搭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 给那些不知道感恩的人 之前我跟大家说了 那些自己不想在单位饭区上喝酒 又逼着自己喝的人 有一个认识误区 那就是如果我喝了酒 喝的特别惨 领导就会喜欢我 妄想着要钱要的很委婉 拒绝拒绝的很委婉 对方就会不跟你撕破脸 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你不让他赖账 不让他赖债 不让他闲猪手 就已经得罪对方了 我们抓住小偷要打 他们一个个都哭 哎呀我第一次 其实他那滑包的刀片都用旧了 坏人做坏事 没有第一次就让你赶上的 一个人显示甜不知耻的 侵害你的利益 就是因为之前 他们遇到了太多这种忍气吞声 想要保全关系 又想要保护自己利益的人 他们就是吃定这种人的 他们欺负的是那种希望 所有人都喜欢我 所有人肯定我的那种烂好人 之前我描述过 鸽派人的行事风格 好多同学在下面留言 说我这人就不能拒绝人 我说那不是鸽子 鸽子是采用的人际策略 谁也不能拒绝 那是包子 让人怎么捏都受着 对付这种欺负人的家伙 一定要敢于结束关系 在各种各样的双方关系当中 无论是师生 情侣 兄弟 夫妻 雇佣乃至于甲方乙方 都是有实力的一方占优势 但是如果实力差不多 那就是那个 更不在乎关系破裂的家伙 占优势 所以 当你开始去讨好 那个欠你钱的人 你的钱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相反 天天夺命连环靠 天天躲门要债 雇佣职业催收的人 钱反而能要回来 催收一般比法庭好用 法庭不从债务里抽水 办案费用是固定的 催收要从你的债务当中分成 他就特别努力 把职业的事交给职业的人 你自己安心去工作 做生意挣钱 别整天苦熬着琢磨这事 钱没回来 人还没睡好 当然了 有一些小法子 能够减免损失 比如 一 同事借钱的那位 找领导协调 一个人大规模借钱 可能是深染某种恶习 领导一般不会放任不管 一般会帮忙协调 而借钱的人也会还钱 我遇到过一个真事 在领导的协调下 欠债者是用下个月的工资 来还债的 财务直接把他的一笔钱 给了借钱的人了 这在小公司是有可能的 二 为表哥拿走了十万元的那位 考虑能不能拉货抵债 奢走表哥超市的货物去卖掉 是减少损失的一个办法 三 做设计的那位 报价高一点 以后再遇到这种甲方的活 多要10%的价格 预留出来赖账部分 这样10%的尾款 不要就不要了 前面是见钱给大徒的 钱就能收回来 遭遇贤猪手的姑娘 记得录音取证 大多数的性骚扰的混蛋 根本就不是后台很硬 而是过去干这种事 总有人忍气吞声 其实他们都脆弱的紧 他们欺负的都是最善良 害怕说了不字 就被对方抛弃的人 以上呢 就是关系攻略 今天的全部内容 好 谢谢大家